好 持續再來關心新加坡級服務器的整個的搜救狀況 而就在剛剛消防隊這邊宣布先暫停所有的搜救行動 因為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個場面真的是太恐怖 太驚險了 很多大小客的落石就像下雨一樣不斷的降下來 甚至還差點砸到消防隊隊員以及搜救犬 甚至有一名的異銷有被個小落石差點敲到頭部 還好他是有戴安全帽做防護的 現在的狀況是光前進一步都非常的困難 所以他們不得已先暫停搜索行動 那我們來聽一下消防隊這邊怎麼說 目前我們一樣是有14人在2.2K處持續搜索 因為剛剛在一小時前有大量的落石崩落 所以我們同仁還有搜救權目前在閃避 然後剛剛已經暫停了我們的搜救行動 是 那落石狀況有多驚險 是不是其實人跟犬都差一點被砸中 是的 那個落石一開始是小塊 然後後面變比較大塊 直接落下來 我們之前在搜索的時候 落石都是在對岸對岸處的落石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還滿安全的 可是今天的落石是從我們的上方處直接落下來 所以同仁我們就立即催及那個哨子警示 讓同仁還有搜救犬就地避難 但是因為那個石頭還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們還是先暫停 暫停先搜救行動 好 所以目前因為他們今天總共派出了14個人 還有一隻犬隻出發 那目前他們是先把6人先派到2.8K 2.4K處的這個瀑布的位置 為明天的搜救行動先做初步的勘查 之後另外兩人則留在原地 深漢的6人則是回到0.5K處的位置 繼續的侵入 順便再勘查 再檢查一次 這個夫妻倆到底有沒有在這邊出現過的痕跡 那目前是以上的搜救進度 我們將成就為你找我